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 就是电感的实际应用 我们过去讨论过的电感器 是在电路里面的运用 那在户外的它的实际应用 实际上就是一个变压器 那变压器其实它就是 电感的实际的运用 那变压器的功能 最主要是要来调整 这个电压的一种装置 那因为我们知道发电厂 它为了避免这个热损耗的部分 等一下我们会透过立体来说明 它必须要用高压电来输送 这个它的电力 但是到了住家附近的话 一定要再把电压 再调到低电压 就调到一般的220伏特 或者110伏特 因为你总不可能把这么高的电压 送到这个电器里面去 这是用尝试就可以研判的出来 那调整电压的这种装置 就是一个变压器 那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线圈 就是一个线圈 那我们来看它的结构跟它的公式 这是变压器的一个结构 它就是两个线圈 那输入的这个线圈我们称为主线圈 那输出的线圈就称为它的次线圈 那根据法拉第电子感应定律 我们了解这个感应电动式的大小 一定跟它的扎数是成正比的 那简单一点讲就是 利用这个线圈的扎数呢 来调整它的电压 就是说如果你要输出电压 高于输入电压的话 只要把次线圈的圈数呢 大于这个主线圈的圈数 它的输出电压呢 就会大于输入电压 那我们再看这个电流 跟扎数之间的一个关系 在这边 因为这个电动式呢 乘上电流呢 就等于它的输入功率 那我们知道输入功率 一定是等于输出功率的 那换句话说 因为扎数的话呢 是跟电压成正比 但是因为功率呢 因为功率它是等于电压 乘上电流 所以因为输入的功率 一定等于输出的功率 对不对 所以电流的话 就会跟这个扎数呢 会成反比 会成一个反比的关系 好 那我们下面呢 透过立体呢 来说明它们之间的一个变化 好 就是假设一个变压 那其实它的主线圈的扎数是 10万扎 那输入的电压呢 也是10万伏特 那经过变压器呢 要把它调整到110伏特 所以求四线圈的扎数 那根据N1比N2呢 就是F1呢 比上F2 好 如果等于N1比上N2的话 我们很快就可以知道 那因为输入电压是10的5次方 就10万伏特 输出电压是110伏特 那主线圈的扎数呢 是也是10万扎 所以很明显的次线圈的扎数呢 显然就会等于110扎 那由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就是我们住家附近呢通常会有一个变电所 那在靠近跟附近的话有些变 一个分流的变压器 所以你可以看见 那个分流的变压器它的扎数呢 一定是接近吻合的这个输入的这个输入到家庭里面的那个用电的电压的扎数 的那个电压的数值呢 其实是很接近的 好 很接近的 好 那接下去呢 我们透过这个例题 来让同学实地的了解呢 一个变压器它的真正的一个主要的功能 那我们透过这个例题来做一个 跟同学做一个解释 一个很完整的解释 因为我们知道电厂 电厂通常不会设在市区 对不对 发电厂 它一定要经过一个长距离的输送 这个它的电力 所以电阻的因素是不能避免的 100Ω已经算是通常的一般的一个值 那它的供电功率呢 就是有100万瓦 就是1000个千瓦 就是差不多100万瓦左右 那要使它的热损 如果要低于1%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提高这个送的电压 那最要求的最起码的输送的电压呢 是多少 我透过一个计算呢 让同学来了解一下 那因为它的热损耗呢 是占了输送功率的1% 所以我们用这个1000千瓦 乘上1% 然后乘上1% 我们先把热损耗这个部分 我们先算出来 那也就是10千瓦就对了 10千瓦就等于是1万瓦 那我们叫热损耗的部分呢 它是它用电流的平方 乘上电阻 那我们知道电阻是100欧米 所以我们可以很快的可以知道呢 它这个电流的平方呢 是100 因为这边是1万嘛 所以 这边就是1万 就是10的4次方 就等于电流的平方 乘上100 意思也就是说电流的平方 是100安培 所以这个电流呢 是10安培的电流 好 那我们知道这个输送功率的话呢 是1000千瓦 就是10的6次方 瓦 那它等于电流乘上输送的电压 所以这个输送的电压呢 就必须要是10万伏特 好 那我们知道发电机 这个电厂它输送的这个 这个输送的电压呢 很可能只有这个 50万伏特 但是必须要透过电压器的话呢 把它调整到这个10万伏特 因为假设你用50万伏特 来送这个电压的话 它的电流是非常高的 那电流越高的话呢 它的热损耗呢 绝对是越大 因为热损耗的部分 跟电流的平方是有一个正比的关系 因为电阻的因素是 永远是无法避免的 好 那所以必须要在 那既然电阻的因素无法避免呢 我们为了要把热损耗降低的话 一定要把电流呢 要调低 那电流调低的话 就要把输送电压呢 要调高 好 所以透过这个立体呢 让同学真正了解到 就是说 变压器它的主要功能呢 其实主要是出现在前面那个阶段 好 就是当电厂把这个电力送出去之前呢 一定要先透过变压器 把它的电压呢 输送电压调高 你输送电压调得越高的时候呢 你的那个输送电流就会越低 那热损耗呢 就会越低 好 那有关变压器的这个概念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